大徐席,全港多個地區都舉行倒數活動 在銅鑼灣時代廣場,警方下午開始實施風怒和改道措施 現場已經有幾百名市民排隊等候入場,參加晚上的倒數活動 而在中環的蘭桂坊,入夜之後慶祝大徐席氣氛也越來越濃烈 譚惠斯布達 倒數活動在晚上才開始 但有幾百名市民一早就去銅鑼灣時代廣場排隊等入場 來排隊的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希望可以霸佔個有利位置,看表演和倒數 今年會好些,去年我們太遲來,所以很迫,今年早了些 警方下午開始在時代廣場附近一帶實施風怒改道措施 又架起鐵馬和大型橫壓 以及用擴音器廣播,提醒市民改行其他道路 另外,中環的蘭桂坊,是另一個慶祝倒數的熱門地點 四周的佈置都揚溺著一片大垂直的氣氛 準備參加倒數的人群入夜後逆越來越多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譚惠斯報導 今晚垂直夜,港狗多處的地方都會有倒數慶祝活動 警方就估計會有50萬市民聚集在尖沙咀區 以及中環南貴坊,以及銅鑼灣時代廣場 警方將會在傍晚起,實施交通和人流管制措施 警方預計,隨即夜晚市民多數會在柏黎大道、廣東道和文化中心海旁一帶慶祝 夜晚6時半開始,會分階段實施特別交通安排和人群管制措施 摩地道、紅磡繞繞道東行會率先列為行人專用區 之後會陸續擴大至海防道和北京道一帶 警方也會視乎人群的情況,將天星碼頭巴士總站列為行人專用區 而港道方面,中環的南貴坊一帶會在下午5點開始封路 而正舉行公展會的銅鑼灣維園,以及紫色區駕時代廣場 也會在下午4點和5點開始陸續封路 為了疏到人群,多條鐵路服務都會通宵行駛 而三間巴士公司會加強多條巴線路線的服務 九巴會加6條通宵巴士線,以及60條巴士線加巴 以及延長服務時間 而成巴會加12條通宵巴士線,37條巴士線會加班和延長服務時間 而新巴就會加9條通宵巴士線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南聯娜報導 元旦日起,當行收費加價,例如港燈將會加電費2.5% 88條綠色專線小巴也已獲得批准加價 加幅由3.8%至10%不等 另外80條已申請加價的綠色專線小巴,周精等待審批 港燈由1月2.5%,而全港350條綠色專線小巴當中 超過一半已在過去10個月申請加價 其中88條獲批准加價最多一成 另外有80條正等待審批 港九新界公共專線小巴聯會總商會主席梁洪說 加價主要是因為油費上升 像這條由九龍城開旺順利村的專線小巴打算加5毫子 有市民就認為加幅不合理 日後可能會轉搭其他交通工具 當然不合理,加到6個多 如果是太高的話,當然花錢便乘搭巴士 運輸處說在審批專線小巴服務的加價申請時 要視乎專線小巴的財政狀況,包括營運成本和收入等 當中營運成本包括燃油、員工薪酬和車租等等 另外,房委會18個使用率高價停車場 月租車位的收費亦會作出調整 加幅為6% 由40元至100元不等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黃麗寧不讀 不斷售 感谢观看